跟大家分享神所喜欢的敬拜 早上我们已经看过圣经上说 现在我们是用圣灵来敬拜神 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带领我们,代替我们,服侍神 所以主耶稣说要用圣灵和真理来敬拜神 因为神啊天父啊喜欢这样的人来拜他 圣灵,神是圣灵给我们 就是要给我们用圣灵来敬拜神,也靠圣灵来行事说话 那真理是什么?一定有很多人这样讲或者那样讲 其实真理最清楚的说明就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 神的旨意是无论有多少都要成全的 神就是真理 祂随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 这个宇宙当中只有真理它是永存的 其他那些啊都会过去 所以说什么叫真理?就是神的旨意 那只有圣灵才会明白神的旨意 保罗说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要敬拜神,按照神的旨意,那谁才会知道 只有圣灵才知道 这个很简单,可以明白的 所以保罗才会这样说 那我们要服事神 怎么样来用圣灵服事神? 我们接下来要看保罗给我们很具体的 更进一步具体的指导 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 罗马书第十二章 今天如果我们知道 用圣灵来服事神 靠圣灵行事的话 其实我们会很快乐 事奉神很快乐,因为神很喜欢 我们行作万事,神也很喜欢 所以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一定是很顺利的 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这一节我们在讲,要用圣灵来事奉神 要怎么用圣灵来事奉神 我看十二章,先看第一节 第一节保罗说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耶稣喜欢的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要按照神的主义行 今天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属于基督的 因为我们已经受洗归于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这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 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说 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 已经不是属于你们自己的 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你们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的殿 是要侍奉神的 神的殿就是要侍奉神的 但我们这个殿比旧约那个圣殿 更宝贵,更得到神的喜欢 如果今天我们认识我们这个身体是要侍奉神的 是神的殿,是神圣的 那就感谢神了 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我们的身体 这个也是我信主的一个体验 以前我不懂 慢慢地就懂 所以我的身体越来越好 我越来越知道要善入这个身体 这是圣灵带领让我明白 所以将这个身体献给神 因为这个是神的爱 神的慈悲,神的爱 我们这个身体本来是被罪所用的 是要败坏,是要灭亡的 很可怜的 现在主耶稣啊,神的爱 就是主耶稣把我们救出来 让我们这个身体成为圣洁的 可以来侍奉神的 最尊贵的 可以来荣耀神的 成为神的殿 这个恩典很大 所以我们要,保罗说用神的慈悲欠我们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神给予我们最大的爱 让我们今天这个身体啊 能够成为神的殿来侍奉神 所以这个殿是圣洁的 圣灵住在里头 而且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身体来侍奉神 所以我们用这个身体来侍奉神 好的 第二节 第二节告诉我们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今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谓神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 要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神 那要按照神的旨意啊 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先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用世界的方法 不要用属肉的方法 也不再用这个旧约律法的方法 要完全用圣灵的信仰 所以心灵要改变过来 旧约变成新约 这样子 所以已经更新了 我们的生命更新了 在基督里面这个新造的人 然后呢 就能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什么是神的善良的旨意 我们按照这个神的旨意来侍奉神 这个就是按照真理来拜神 好,那现在更具体啊 现在要看我们每个人啊 好,第三节 第三节就是个别的,个别的 每一个人自己要知道自己 好,这个怎么知道 我们看第三节 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忠道 这个很重要 旧约的侍奉是团体的,整体的侍奉 因为是按照律法的 没有其他的路,就是这样子 它是不自由的 它是新约啊,不是这样的 新约是个人的 这样你就容易了解 旧约那个事,每一句话都是对全体要遵守的 就是这个方法而已,没有其他的 他们是整体的侍奉 今天我们是个别的 救恩是每个个人的 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 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的 要按照我们个人的 神所给予我们的 这里说,按照我们的信心 神是按照信心来要求我们 神是按照信心来要求我们 你信心大的话,那你要做多少 信心小的做多少 按照个人来的。 所以我们不要跟任何一个人比较, 因为神也不会这样比较, 神不会拿两个人来做比较, 旧约是会的, 新约不会, 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所以新约是一对一的。 永远都是神跟我,没有其他的。 所以你不要去看这个,都不用看。 只要看我跟神这样就好。 所以你要看自己看得合乎重道。 这什么意思? 按照你信心的大小。 你信心大,你看到的就不一样。 信心会看到什么? 看到神的恩师。 神的恩典充充满满很多, 有些人看到只有一小部分。 有些人看到很多。 那不是比较的问题, 那是个人信心的问题。 神是按照这样,按照你的信给你成全。 都一样的。 我信心小,成就这些事情,一样的。 但我信心大,我成就这些事情。 都是恩典,这个也是恩典,这个也是恩典,一样的。 这一点一定要很清楚。 你信主就会很快乐。 事实上的人为什么不快乐? 会跟左右的人比较? 一比较你就不快乐了。 如果你是超过众人的, 你也不快乐。 因为你会骄傲。 你看不起别人。 看不起别人,那也会快乐。 你看到上面了, 你就觉得我比较差,也不快乐。 那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乱? 基督来的。 那个是从盖云来的。 盖云有基督啊, 他是第一代。 从肉体生的人会嫉妒。 亚当不会嫉妒。 夏娃也不会, 因为他是神直接造的。 从亚当生下来的盖云马上就有基督。 所以我们都会嫉妒。 每个人都会嫉妒。 那你重生了以后就不会。 你已经脱离了。 按照圣灵来服事神,就不会基督。 只有感恩。 我领受五千的恩赐。 我要好好地善用这个五千。 他就说,我是领一千的。 这个是神仕的。 一千也是同样是恩典啊。 哇,也是很宝贵啊。 我要好好用这一千。 那就会恩上加恩。 信心就会进步。 恩典就会增加嘛。 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的。 没有两个是同样标准的。 千万不要去跟任何一个人比较。 那就不好啦。 就会有问题出来啦。 教会如果能懂,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你看多好啊。 可是现在为什么会有问题? 就是处在这里,没有其他的。 好,所以保罗这句话,你看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来劝你们。 你看,他也是按照这样说。 他不敢超越自己的所得到的恩典来讲话。 按照神给他的恩典来说话,这个就是他的本分啦。 没有超越啦。 好,所以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此我在神面前,我就要好好地来看我自己,认识我自己。 别人跟我没有关系。 因为我要紧的是,我要在神面前服侍神,那是我的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祷告。 我说神,第一个,你让我知道你的旨意。 我要遵行。 因为我喜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你要知道你给我什么恩使。 让我明白。 我就知道我要做什么。 就这两个。 感谢神,神就让我明白。 我就照这样做。 我没有什么。 你这一世是神的恩典。 所以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啊,来看神给我们的恩使。 是五千还是两千还是一千。 因为这个神给的,哦,多少。清清楚楚啊。 要拿了就放,不知道是什么,不可以这样。 好,接下来看第四节啦。 第四节说,正如我们这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啊,肢体也不多是一样的勇促。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现在保罗用身体做比喻来说明。 这个个人所得的恩赐,要来服侍神。 要怎么服侍? 好,虽然我们是恩赐是个人的。 但是教会是整体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肢体一定要联络在这个身体上,它才能侍奉。 这个肢体如果没有联络在这个身体上面, 它就不能发挥它的功能了。 这个一定要知道。 有些人不太了解。 他跟教会不联系。 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肢体是,只有一个肢体,你要做什么? 一定要联络在这个身体上。 而且联络得很合适。 该在什么地方就什么地方,这样才可以。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一定要被联络上, 按照神的旨意,把这个身体联络得很合适。 只要联络得合适,那么每一个肢体就按照它的功能,按照它的恩赐来服侍这个身体。 那这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服侍主,你就是服侍这个身体。 神不需要我们说,你到天上去服侍,他是什么? 神是灵,你服侍什么?不用了,他不用了。 但是他的身体在地上。 这个身体需要我们服侍。 所以我们今天说要服侍神,去服侍基督这个身体。 不要像以前旧约说,神啊,我先祭给你啊,先祭给你啊,这样。 那个神说,这个服侍。 不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服侍的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主耶稣才最后会告诉我们。 最后审判的时候, 对,所有在基督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只有一句话。 你们这些蒙我天父祝福的哦,可以进来享受。 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果。 因为你爱我。 因为你爱我。 咦?怎么爱我? 我渴啦,你就给我喝啊。 我饿了,你给我吃啊。 我挨动的时候,你给我穿啊。 圣殿你也来看我啊。 我下间你也来探望啊。 就这样而已啊。 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主耶稣很清楚,这些事情是,主耶稣哪里需要啊? 所以,所有义人说,没有啊!哪里有啊! 有,怎么会没有啊! 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保罗认识主耶稣。 是从哪里认识的? 以前他敬拜天上的神,为天上的神,热心,大发热心。 开始逼迫教会。 逼迫主耶稣。 他不晓得。 他以为为神大发热心。 当主耶稣灯光照祂的时候, 爬下去。 主耶稣说,少罗少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 主啊,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哪杀人耶稣啊? 哪杀人耶稣在哪里? 就是这些啊,信耶稣啊。 他醒过来,哇,原来是这样。 所以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为基督这个身体啊,要补满耶稣基督啊,祂受苦的缺欠。 所以他为教会拼命。 他牺牲他的甘愿。 他爱主耶稣。 他爱这个教会。 他爱每一个弟兄姐妹。 他爱每一个弟兄姐妹。 越是软弱的,他越要去爱他。 因为他认识耶稣。 我们今天也就是说,我认识耶稣,我爱耶稣,真的吗? 爱大会逼迫教会,那这样子。 这个不认识。 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知道的人就不会啦。 感谢神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服侍主。 就是服侍每一个弟兄姐妹。 这个就对了。 那要怎么去服侍? 按照个人从神所得到的恩典。 主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么去彼此相爱。 就这样而已。 那主耶稣怎么爱我们? 你就看圣灵就会知道。 你要知道主耶稣怎么爱,你一定要从圣灵去了解。 因为神的爱,基督的爱是藉着圣灵来向我们显明的。 不管是地上的恩典或天上的恩典, 全部都是用圣灵向我们显明的。 保罗瑞、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讲清楚了。 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这些啊。 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也未曾想过的。 这些是什么? 就是神的恩典。 属灵的恩典。 这个恩典都是属灵的。 如果说按照个人的才能,那就不是啦。 不是这样啊。 所以现在我们有些人这样说啊, 按照个人的才能啊, 这些是我们自己的, 要按照属灵的恩典,圣灵的恩典。 这些是不一样的啊。 我讲一个实例。 以前有一位郭主元长老啊, 我很喜欢他讲道。 他讲道理我很喜欢听。 他嘛,他是一个没有口才的人。 在底下你跟他说话,他有口机。 口机就是说,他讲一句话出来要讲好几次。 你说一个口机的人,能讲到吗? 很辛苦,我听到一个口机的人, 他当负责的人起来做报告, 我们都听得很辛苦。 如果讲道一个小时后,我们会受不了了。 但是这个郭长老啊,他有神的恩典。 他靠圣灵讲道了。 圣灵给他恩典。 他看你会讲道。 每一句话说,神的话一直讲出来, 哇,讲得清清楚楚。 感谢神。 哇,看到这个好像就在听神的话一样,很清楚。 他讲道了,就这样,不会有口机的。 不会有一句话会有口机的。 所以你就要看到,这个是神啊,这个是圣灵在讲话。 不是人啊。 从那个时候我就学到这个东西。 要用圣灵讲道。 主耶稣也是这样说。 所以这个恩典,这个是圣灵的恩典。 所以下面第六节说, 按照我们所得的恩典各有不同。 那下面就是说,按照个人的恩典啊, 好像这个身上的肢体,不同的功能, 这样来服侍这个身体。 那现在我们要了解这个恩典。 什么叫做用圣灵来服侍神? 就是用圣灵的恩典。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哥林多教会就是用人的。 他们就比较,他们就不懂得怎么样来服侍神。 所以他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哇,纷争结党。 基督纷争结党。 保罗说,你们跟世人一样嘛。 在树林上,你们还是婴孩嘛。 还要吃奶啊。 所以才会有这种表现。 所以才写这个信告诉他们, 让他们在道理上面能够长大。 他们是很热心服侍主。 那就弄错了,就变得很乱。 所以主要让他们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要知道怎么用圣灵来服侍神。 第四节。 第四节。 恩事原有分别,圣灵确是一位。 执事也有分别,主确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情。 第七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教人得益处。 下面说,这个人蒙圣灵是给他智慧的言语。 那一个人蒙这一位圣灵是给他智慧的言语。 又有一个人蒙这一位圣灵是给他信心。 又有一个人蒙这一位圣灵是给他疑病的恩识。 又叫一个人能够行义能。 又叫一个人能做先知。 又叫一个人能辨别诸灵。 又叫一个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个人能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意分给个人的。 这样是不是清清楚楚。 用圣灵来服侍神。 圣灵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 但是同一位圣灵。 所以不能比较。 一切都是圣灵自己的意识,跟我们个人都没有关系的。 那圣灵的意思是怎么样? 是按照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家分给我们的。 我们每一个人像一个器皿。 每一个器皿有大的,有高的,有低的,有大小,不同。 每一个器皿都不同的,一样。 那么神的恩赐是倒下来的。 每一个器皿都倒满满的。 没有差别啊,每一个器皿都是倒满的。 这样就对了。 所以完全都是从同一位圣灵给我们, 按照看到我们这个器皿是什么用的,做什么用的, 有多少,可以装多少的,他就给我们倒多少。 所以按照神所给的这样,来服侍神就对了。 这个五第五节那里说,知识也有分别啊,主却是一位。 知识就是你负担的工作。 当圣灵给你这个恩赐的时候,你就要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知识有分别的。 像保罗说,我是栽种,亚伯罗是浇灌。 所以知识不同。 但是都是同一位主。 都是服侍这一位主。 都是这一位主所安排的。 主耶稣给保罗再种的恩赐。 分派他去传福音。 主耶稣给亚伯罗交灌的恩赐。 分派他去牧养。 这个都是主分派的。 恩赐是圣灵给的。 工作是主耶稣安排的。 那现在功用。 哇,这个很重要。 功用就是成果。 现在看第六节。 这个功用也有分别。 因为恩赐不同啊。 这个知识也有分别啊。 所以他的功用显出来了,不是大家都一样的。 按照恩赐、按照知识, 显出他的功用来。 那这个功用是谁显明出来的。 是同一位神显明出来的。 不是人显明的哦。 这个很重要。 所以保罗说,我栽种亚伯罗交灌。 唯有神叫他生长。 所以这个说,这一位神呢, 祂是运行在众人里面。 在我们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 圣灵就运行在这个上面。 圣灵就运行在这个上面。 来显出他的功用来。 这个就是用圣灵服侍神。 这不是很清楚吗? 那有谁的功劳,不要讲功劳。 不要说,哦,谁怎样有成就啊。 这个是社会上的东西啊。 在教会里面不能讲这种话。 谁的功劳,谁的成就。 这样假如像哥林多教会, 我们不要学习,不要学习。 所以说,感谢神。 这个恩是发挥功能的。 我这个手很强壮。 这个脚也很强壮。 眼睛很明亮。 感谢神,这个都是神给的。 所以说,感谢神。 你看摩西亚,到120岁,眼睛没有昏花。 你看,摩西亚,到120岁,眼睛没有昏花。 你看,所以我说,主耶稣啊,我也要这样子。 不一定120岁,但是眼睛不要昏花就好。 不管我工作到什么时候,眼睛不要昏花。 因为我以前戴眼睛不方便。 我求主耶稣不要让我戴眼睛。 我求主耶稣不要让我戴眼睛。 不管眼睛,不管静都看得很清楚。 这样我工作更方便。 因为主耶稣高兴。 他高兴才会给我。 如果高兴就不行。 我知道他高兴。 所以他就给我。 突然间有一天眼睛丢掉了,看见了。 我看,主耶稣派天使给我拿走。 怎么找都找不到。 主耶稣说,你不用找了。 看见了,还找什么。 诶,真的诶。 看到有远远的山谷,哇!看得这么清楚! 哇!看得这么清楚! 很兴奋啊! 不用戴眼睛看清楚啊! 那有些人眼看得到。 可是老花眼,哇!眼前看不到啊! 那也是很糟糕的事啊! 拿我那个最小本的星星来看看。 诶,很清楚啊! 就证明我眼睛没有昏花了。 这个要保持到最后一天。 哎,这个是我的愿望嘛! 主耶稣说,你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全了。 诶,这个是真的! 所以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按照我们的信心,祂给的啦! 所以说,这个功用啊,是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 哦,这里说,在一切的事上,这个是更直接的。 圣灵带领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圣灵就运行在这个事上。 好像现在我要讲道理。 圣灵就运行在我里面。 在讲道这个世上。 现在圣灵就在运行啊! 所以我讲出来的话,能够让大家明白。 能够造就大家的信心啊! 这不是我,啊,你怎么那么会讲道。 不是这个意思,不可能的。 这就是圣灵的运行啊! 运行在这个事上, 才会成就这个神的旨意啊! 感谢神啊! 啊,这样就很清楚啦!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就没有什么困难啊! 又没有重担,又没有困难, 轻松又容易, 这样服侍神不是很快乐吗? 感谢神!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明白的。 既然是这样子, 用圣灵来服侍神, 那我们每个人要紧就是要做忠心的仆人。 就是要一定按照自己的恩事。 好像主耶稣说的, 五千的,你就是用五千去工作。 你不能只用四千啊,不行啊! 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就是五千就用五千。 神给你两千的恩事,那你就用两千。 你不要去想说,我要跟那个五千的一样, 那你就要挑重担啊! 因为教会里面的人也有这样子的, 我要跟像某某人那样, 这样你就挑重担啊! 你背你自己的十字架很轻松啊! 你为什么要羡慕别人的十字架,要担当的十字架,你就垮下去啊! 所以你不必羡慕任何一个人。 好好地善用主给我们自己的恩事。 忠心去做。 所以主耶稣说, 你这个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你再不多事上有忠心啊! 不是说,哦,我很忠心,其实,不多事上,这句话很重要。 所以有些人说,哦,我怎么样,我们不敢讲啊! 主耶稣只是说,不多的事上哦! 其实很少很少。 但是呢,我要用许多的事情派你管理。 神的恩典就是超过我们的。 而且呢,还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今天呢,我为什么这样服侍神? 我要享受主人的快乐。 感谢神了!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要忠心,好好地看到自己神给的恩事。 好好地用这些恩事来服侍神。 那我们忠心呢,神说,诶,我再给你。 会增加的。 这个恩事会增加的。 所以是我体验出来。 我从这样慢慢学习,你只要忠心再给,再忠心再给。 感谢神。 所以我们要按照我们所得的恩事。 专一的忠心的服侍神。 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那里所说的。 现在我们看彼得。 彼得也是这样勉励我们。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 彼得前书第四章。 第四章。 第九节开始。 这个第九节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 个人啊,阿照所得的恩事,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事的好管家。 他在第八节那里说,最要紧的就是彼此确实相爱。 这样就是爱主啦。 什么叫做爱主? 就是彼此相爱。 如果没有彼此相爱说爱主呢,主意思说你说谎。 所以一定要彼此相爱,确实彼此相爱。 那确实彼此相爱就是要服侍教会咯。 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咯。 所以说你们要互相款待。 感谢神,这个就是彼此相爱。 但是呢,不要发怨言。 在教会里不管多劳苦啊,或者怎么样做怎么样,没有怨言很快乐才对。 好,那么再来第十节就说了。 个人啊,照所得的恩事,彼此服侍。 我用所得的恩事服侍你,你用所得的恩事服侍我,就这样对啊。 世上的人啊,不是这样子。 他们是礼上往来的。 礼上往来就是说,我给你这个,你同等的要给我这个。 那我们不是这样子。 我在物质上啊,我丰富,我帮助你,缺乏,我帮助你。 好,那我感谢神,我为你祷告。 那这样就一样了嘛。 不会说,我要回报,不用回报。 因为这个是为主,给主耶稣的。 如果要报赏,那就是主耶稣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礼上往来。 这个是按照神,主耶稣所给的这个恩事啊,彼此服侍,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好,那么接下来说,做神百般恩事的好管家。 这句话很好。 他说做恩事的好管家。 我们不是说,哎呀,做一个好管家。 那个是表示说,啊,你在这个家里头啊,很忠心。 那这里讲的就是恩事,恩事的好管家。 恩事有百般的恩事。 有的人这个恩事,有的人那个恩事。 好像身上各个肢体呢,每一个肢体啊,都发挥它的功能。 那这个身体是健康,强壮,有利。 可以成全神的旨意。 所以下面说,11节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 你讲道就是这么简单。 按照神的圣言讲。 你不需要去动什么脑筋。 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讲。 圣灵带领我们明白神的话, 用圣灵讲就可以了。 把神的话讲清楚。 所以保罗一直要求说,你们要为我祷告, 让我能够按照神的恩事, 神给我的口才,把福音的奥秘发明出来。 圣经是从祷告来的,那就是恩事啊。 不是他本来会的啊。 所以说,这个是恩事。 那么再过来说,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示的力量服侍。 按照神所示的力量服侍。 同样的,有些恩事是很相近的。 比如说讲道,讲道的恩事。 讲道的恩事是一样的。 同样的恩事啊。 可是力量不相同。 所以说不能比较。 按照我们的力量来服侍就好了。 这样就很轻松嘛。 主耶稣没有要比我们说,超过你的力量。 好像你要同样要去担这个担子。 你可以担五十斤,你就五十斤。 你可以担一百斤,你就担一百斤。 没有比较的。 都一样。 两千的赚两千,一样。五千的赚两千,都一样。 按照神所示的力量来服侍就对了。 这样就能荣耀神了。 如果你超过力量,就不荣耀神了。 如果你勉强,哇,单起来了,成功了。 也不荣耀神。 因为你会觉得你比人家高一等。 神得不到荣耀。 所以说,不需要。 按照我们的力量服侍就好。 这样才能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到荣耀。 为什么因耶稣基督得到荣耀? 因为我们凡事都是奉耶稣的名做的啊。 如果你不奉耶稣的名做的话,耶稣的名怎么得荣耀? 好,感谢神,这样就清楚了。 凡事奉耶稣的名,靠圣灵去做,OK。 神非常喜欢。 神非常喜欢。 咱们证明。 咱们证明。 阿们。 ,回来。 Yalui。 快把你带回来。 哈。 中文字幕 李宗盛